大家好,我是沐蔚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丈夫每天下班回家都会看到妻子花样装死的故事 贺美纯是个结过一次婚的男人 因为有了上一次婚姻的教训 他认为每段婚姻一旦超过三年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他在结第二次婚的时候就跟现任妻子千惠约定好 如果他们的夫妻关系可以坚持三年 就重新审视他们的婚姻 确认是否还想跟彼此过下去 今天正好是他们三周年的纪念日 贺美纯下班后正想和千惠谈一谈 却看到他口吐鲜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吓得他赶紧扑过去 脑海中急速飞略许多和妻子美好的回忆 在他急得要叫救护车时 千惠忽然诈尸抓住了他的腿 笑嘻嘻地看着惊慌失措的他 原来这是他的恶作剧 这样大的惊吓彻底搅和了贺美纯要谈话的心思 本以为他就只玩这么一次 但第二天他又换了个玩法 假装自己被鳄鱼吃掉 贺美纯已经淡定许多 还能配合着对上几句词 千惠似乎玩上瘾了 有时候扮演犬入纷争被刺身亡的武姬 有时候是光荣战死的士兵 还有时候是被剑射穿脑袋而死 千惠天天搞死亡扮演 贺美纯就得天天处理他用过的道具 吓得邻居大妈以为他们家发生了什么命案 贺美纯在思考千惠 是不是想给自己传达什么信息时 同事劝他不用想太多 妻子不过是想让他开心开心罢了 于是贺美纯决定开始配合他表演 直到他玩够了厌倦了就能消停了 这天下班千惠是被乱剑穿心而死的 贺美纯奔过去配合他演了起来 但经历了解救要被外星人摘除器官的他 帮扮成吸血鬼的他解除封印 为扮演成朱丽叶的他痛哭流涕 千惠依旧没有消停 贺美纯渐渐有些吃不消了 他认为千惠或许是因为没有工作 成日待在家里太无聊才会这样的 于是他鼓励千惠出去找个兼职 没想到已经做了干洗店员工的千惠 还是少不了每天装死的游戏 这一回贺美纯终于对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他已经厌烦了他装死的把戏 贺美纯以为经他那么一说 他应该就会放弃角色扮演了 没想到千惠钻起了空子扮演已经死透了的幽灵 扮演奥特曼 还有会说人话的小猫 他的确是不装死了 但花样也更多了 这天他扮演起了未来人 自称是来自2050年62岁的千惠 他还认真计算起了他们还剩下多少在一起的日子 贺美纯只得对他说 自己是想和他一起过下去的 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就直接说出来 不要再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千惠只是站到窗前 轻轻地说了一句 今晚的月色真美啊 千惠的父亲病倒了 夫妻俩立刻赶回千惠家乡的医院 在岳父的病床旁 岳父告诉贺美纯 自从千惠的妈妈去世后 她一个人拉扯她长大 每天从店里回来都非常疲惫 于是小千惠天天玩角色扮演 想风设法地逗她开心 贺美纯此时才明白过来 那些游戏都是千惠表达爱的方式 贺美纯在千惠家中 无意间翻到了一本书 看到了她在其中一页做的标记 那是作家夏木树时 对英文I love you的翻译 她没有执意成我爱你 而是含蓄地翻译成了月色真美 她想起了两人当初约会时 千惠抱着她说过这句话 也想起了她在睡梦中 呢喃这句话的深意 为了回应千惠的爱 贺美纯也开始玩起了装死游戏 这样下去 邻居大妈估计天天都得受到惊吓 总有人说 余生很长 要和有趣的人一起度过 但在这人人庸碌的时代 有多少人能做到 永远像个孩子一样 充满想象力地看待这个世界呢 所以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有趣的人 请不要轻易错过 或许 你也会在那个人的影响下 成为快乐又简单的自己 本篇来自喜剧片 每天回家都会看到老婆在装死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